梅岭梅花,2024年1月12日,星期五 日22公车飞假日往返都只有4班车,假日有9班车 假日前往,返程要提早排队,否则可能搭不上车,要改搭下一班车 梅岭梅花的特色,就是可以同时观赏到增纹水库,还有机会观赏到壮阔云海 而且可以搭公车前往,对背包客非常方便 除了赏梅之乐,梅岭也享有梅子鸡的盛名,这道已腌制梅子烹煮土鸡的特色料理绝对不容错过 来到这里,除了眼睛和心灵的享受,更能品尝当地独有的美食 梅峰古道有山茶花,紫牡丹,红花枫林木,杜鹃花等可观赏 幸运时还可观赏到壮阔云海 梅岭梅树较多的区域,有梅峰古道,一到1.6K处 五龙步道,观音步道,福来百年老梅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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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龙步道坡度平缓,梅树较多,适合全家大小漫步,还可远眺增稳水库 五龙步道,五龙步道有几条岛,可以在深入,观赏梅花和增稳水库 今天觉得较大的亮点,由五龙步道0.8K处及岛路处日日临间农场 叫好观赏到,叫好观赏到,叫好观赏到,叫好观赏到梅花家增稳水库 这种情况下,叫好观赏到梅花家增稳水库 这种情况下,那参加大小的梅花家增稳水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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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